13.6公里 剩余的173米是1号洞和2号洞之间的距离是吗 您能跟我们科普一下 这个隧道它通常是怎么挖通的吗 可以 我给大家来画一下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从兰州到狐马岭也通了 从重庆到狐马岭也通了 只有狐马岭这一节过不去 这是真正的南路湖 对 其实在这个173米当中 我们的四更容颜 我们是人工挖的 也就是说现代化的这些机械设备已经无其可思了 全部用不了 因为我们这种隧道的话 最怕的就是扰洞 因为我们的岩城特别松散 机械的话它抖动的话会有扰洞 扰洞的话会带动着我们这些沙体 慢慢地往下剥落 就会造成这种塌方 所以说我们只能 人工小心翼翼地一敲一敲地挖 所以我在想等了那么久 盼了那么久 当那一瞬间来临的时候 是什么心情 当时我看到 对面的那一束光的时候 很不是滋味 又高兴又难过 高兴的是 我们看到这一束光 就代表着我们胡马岭隧道通了 也代表着我们来与铁路 可以全线通车了 难过的是因为 这八年的时间 为这条隧道付出了太多 你看用中国的方式方法 我们解决了破解了世界级的难题 对 当时的话特别高兴 在其他项目的同事也都回来了 然后当地的老百姓 都搬着小板凳 因为他们也想见证一下 我们胡马岭隧道贯通 来与铁路可以通车的那一瞬间 我想就是 你们永生难忘的时刻 也是很多你们的家人 亲人们永生难忘的时刻 夏丽你还记得当初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一号洞 二号洞这173米 对你来说最难的是什么吗 其实我刚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最难的首先是降水 因为我们胡马岭的水特别地大 我们首先想把这个盐城里面的水抽掉 我们平时如果要是在一般的隧道里面抽水很容易 但是我们这种地层特别地细这个杀质 想要把它抽出来特别地不容易 就是打一个比喻 比如说这就是一个针头 我们把这个针头插到这个威延里面 然后针抽出来的是空气 把空气先抽走 然后之后水就会慢慢地放到这个针管里面 就是跟这个字原理是一样的